各位學員大家好 歡迎您教理台灣民進府 我要說的第一棒就是 創意的輸扣到地上的制度 英文叫做Creative Thinking Thinking嘛 大家知道那是進行室對不對 加Ing是不是進行室 我們在輸扣 一般都是繼續在想對不對 不是說我們想到這個就停起來 去做八項嘛 他不會說 常常在輸扣的時候 都會去打斷 這樣是真不好的 不然就是這個人 孫雄 要跟你 像教育也好 這個政敵還是媒體 要把你的孫雄 截斷 從他的孫雄關在你的孫雄裡面 我們現在要擺脫 擺脫 我們有自己個人的孫雄 要把我們的孫雄集合起來 變成一個條件的制度 對我們的國家 對台灣人 甚至是說對 經過的世界都有幫忙 這是我們做人 基本的計劃 不然做人要做什麼 吃飯睡一會吃嗎 我們不太可笑的 我現在要說的主題 主要是說 要先了解自己 你先輸扣一下 了解自己 你有這個天分嗎 沒關係 怎麼還會輸扣自己打招 有自己的 輸扣的靈力 因為創作的靈力 再來 我們就要立行 立行之後 要怎麼去 一個體驗的制度出來 這個體驗的制度 有經過分年最好 你就知道說 我要拿一個 好像一盤菜 你要把菜煮得好吃 讓別人覺得 你這個菜好吃 又繼續 來欣賞你這個人 欣賞你這個人 欣賞你這個頭腦 我是做一個譬如 待會兒再繼續說 還有 我們再來思考 這個媒體 是怎麼跟我們生人 跟台灣人 跟我們操縱 大家都知道 還有我們在中國的 俗相和教友裡面 蒙蔽自我 覺得 不對 把動作是對的 要是菜辣 你把它當作北部 自己的北部 當作菜辣 都要把你混淆視聽 我希望大家 聽我這個口料 你有這麼清 很清晰 你這麼自在 你知道 你要 除了生雲流水 你有這麼多疏口 有自己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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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制度 你要這樣拿出來 再來 你要一個開的 人家都是 教育館 你現在是初級班 後來就國級班 還有法理點招 職務點招 還有之前訓練 這個叫做教育館 教育館之後 你就要選一個 職務 職務 你要去 要帶領 還是要去 坐這個客 請問一下你的本事在哪裡 我現在還會說 你怎麼建立你自己的 要怎麼說 台灣民進府 給你的混淆 建立你自己的品牌 你要怎麼去管理 還是說你不要去管理 你是受管理的人 你有這麼要抵抖嗎 我現在給大家 說一些生物理論 給大家聽 大家都知道 這是達爾文生物 達爾文大家應該知道 物盡天責 對嗎 適者生存 不適者就自己滅亡 那意思是說 這麼多基因的競爭 這個環境 因為這個環境 讓他們生存 可以嗎 他們要去競爭 那最好的基因 流下來 就大家知道這個基因龍 場景流 你紅棍沒那麼高 你就吃不上頭的東西 你就自己淘汰掉 這就是物盡天責 就是達爾文 人類的演化就是這樣 再來 這 這什麼理論 是說 我們看這個婚教來講 他明明知道 上頭有一個很好吃的東西 但是他就比人家要 比人家要 他也沒想辦法 他不是跟剛才那個基因龍一樣 就死去 對不對 但是你有疏忽 對不對 你要讓他自己吃到東西 他就當一個人 來的時候 生來生去 想來想去 說 他有去想說 這個距離 對不對 還想說 只有一種 像保利龍做的鎮鎖角 他在那邊生來生去 想來想去 然後 站進去 這個鼓勵多少 然後變變變 把那個嘴鎖的 把他雕在 比較接近那個距離 後來最後 他可以吃到東西 這個意思是 要說什麼 是說 我們回到一個困難 還是我們要 完成一個輸球 我們都會這樣 碰撞 對不對 撞拼 什麼 就是常識錯誤的學習 盲目嘛 後來 你就找到一個方法 客服 你就找到一個方法 克服了 後來 你就會用這種 輸球的模式 你就這麼好 找到 你要解決事情 主要的方法 這就是 事情 剛開始你很盲目 找不到一個好的東西 要怎麼自己幫忙 可以解決這些事情 後來 你經過很多事情的經歷 後 你就有自己的一筒 要怎麼用這筒 去解決事情 這就是要找到 一直學習 你 理智你自己的領執 你知道要怎麼解決事情 這個 巴薄的生活 是說什麼 是說 人類的本能反應 已經造成了 基本的回路 大腦有一個基本的回路 所以說 到底 你這個基本的回路 在你的腦筋裡面 你的反應是什麼 譬如我們都很基本 我可以估計 例 譬如說一台車 你在過車路 對嗎 一台車上鋒過來 你的生活的本能 是 你要讓它撞 還是你要停下來 停下來 那就是你生活的本能 你真的 真的只有這個本能嗎 你不斷的訓練自己 可能你自己的本能 就這麼多了 對嗎 你如果說歡迎說 人家要打我 我要什麼散 或是我怎麼去防禦我自己 還是說你回到什麼困難 你反應 你第一個反應 你就有這個能力這種反應 但是你不會只有一種 獨自你都沒有訓練 你就基本的 你就 你肚子餓我來吃東西 這樣而已 基本的 因為你都沒有訓練 你自己 你也沒有特別的經歷 以及收穫 所以這個就是 不但是本能的反應 還有你不斷的去學習 一個經歷 變你的 當中困難 當中什麼 你開始有腦筋的回路 你就可以解決問題 他的意思是這樣 還有怎麼說 這個高利又是說什麼 就是一樣 我現在用紀言 用台灣話 還是說說北京話 我現在說出來的紀言 跟人現在 在好好讀書 還是說這個社會 做成你這個人 受這個文化的影響 你去吸收 議員去吸收 文化去吸收 自己變成什麼人 你困你自己 多多的能力 在你的生活當中 受這個影響 你下次 你可以適應這個環境嗎 你會改變這個環境嗎 你再多多的能力 來改變這個環境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你透過這種 文理跟文儀 議員跟文儀 不斷地嚇唆 嚇唆 嚇唆之後有自己一堂 有一堂之後 電動你還可以控制這個環境 本來這個環境 是他來造化你 之後你自己有一個基本靈之後 你去造化他 變你有靈力 除了吸引之後 你還可以改變這個制度 改變這個狀況 就是說你可能比人家更厲害 這個就是革雷高麗 他生物理論是這樣 所以他這個 這個四的理論就是跟他講 說什麼 說 雖然有遺傳基因 可能有一些很優秀的遺傳基因 但是我們也要靠後天環境 自己的路面打拼 這道理就是這樣 還是後天道理 要怎麼有一堂東西 讓你說可以打拼呢 你知道嗎 先來說大腦的結構 大腦就是說 這定頁嘛 前頁嘛 念頁 這整頁嘛 到底說 大腦現在我在講話 我就是說 你們接受我的訊息 我說語言嘛 再來說就是 你要儲存 儲存後 你就要分析 分析我的話對不對 這個講師這樣講 有道理喔 哪邊沒有道理 你是會去分析 分析之後 你就控制我要說什麼 我有個人的想法 我也是 我吸收很多嘛 我現在控制 控制說 涉合的理論 說給大家聽 我在控制我 因為我經過分析 我控制好就 就告訴大家 怎麼告訴大家 我有圖片啊 有我的動作啊 語言啊 說給大家聽 這就是我們 大腦運作過程的 補取 重點就是 這個儲存分析 控制這個地方 你營了多少 你的刻板印象 做生理這麼要輸扣的方式 他們當然嘛 他們的統治者 就知道這圖嘛 用這圖給你洗腦嘛 從小人開始教育 給你洗腦 就跟你說 你就儲存這個東西就好了 不然你分析 因為他提到他們的 教科書什麼都他們的 這個都沒有給你分析 你如果要分析 就他們的框框裡面去分析 分析他們裡面跟他們 就同出一策嘛 你沒有個人的想法 你就是在他們的框框裡面 他們就摸這圖的嘛 對齁 要說大腦有左腦跟右腦嘛 一般是說 我現在這是真手 這是道手嘛 你 在座剛好左撇子 剛好左撇子 左撇子 他這個右腦就會比較發達 那右撇子 大部分的人就右撇子 我也是啦 左腦比較發達 但是你左腦跟右腦 到底有什麼不同 這個左腦大部分是線性 數理 邏輯 還有一些判斷 那右邊就是有一點 像天馬行空啊 很浪漫啊 就創作啊思考啊 這方面的 跟馬達 來瞭解你自己 後後 你準備要怎麼 對你人生 未來路要怎麼走 我再來說一個 這個大腦這個電位嘛 這個 no response的意思是說 每天就是這樣 朝九晚五 你這就是C電位嘛 這個A電位 這個都是沒有活化的電位 你就把他彈去這樣 這個神經跟一個A而已 每天都這樣 朝九晚五 但是呢 你有一個B把你押忍後 你這個C就活化 這個紅色就活化 你就活化 你就活化而已 扛起來這樣 你 這個B的關鍵在哪裡 我現在六個歲 你們來台灣民進府 你們 還沒來接觸台灣民進府進行 你們就是A 你就說過了 國民黨還是說什麼 這個 極權政治 他把你們教什麼 人家就這樣 過過了 對不對 你現在有新的訴訟過來了 B 台灣民進府 這個新台灣論 就在這個電位給你押忍 你這個C的電位 就發光發亮 這樣 融入在你自己的大腦裡面 你以後就不需要再靠B 其他的B或C 你自己就有一種 那個能量出來了 因為這個有B 幫你押忍 所以 人家不斷在生活當中 當中有這個B幫你押忍 有自己的新的問題 之後 我們就沒有需要 其他 那個推動的力量出來了 因為你已經 有去刺激掉 刺激到了 我一定要說 你有環境的畜形 跟你的背景的知識 譬如說 這個 屠宰雞鴨鵝 的 隔壁就是一個台帝 我好像說 我就變這個台帝了 隔壁說一個老叔 你的鄰居 是說你家的人 怎麼來講 我們這個 我就是我學問這個大 是不是這個環境對你的影響 有這麼大的 對不對 有這麼大的嗎 還有你背景知識 你受的教育是誰 我過來說這個 這個 這個 他們的中華民國的體責 他這個背景知識的人 說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你是中國人 他都沒有跟你說 以前我們日本 跟我們 獨立那時候的歷史 我們來講 那個北門嘛 三號出口 他說那個 那個什麼鐵道啊 說到 那個 那個流民船的 那個 紅子 那個匠品 大那麼大的 那如果說日本 來清苗淡寫 說幾個月而已 他 他 台青帝國領導台灣 是他的 土地 我跟你說 一個一百 百數年 那時候 法國 侵略那個 台灣 台灣的北部 那時候 大清帝國才會精決 欸 台灣這個所謂 這麼重要 那時候 想把台灣所謂的建神 但是台灣那時候 跟他 左邊 六個 豚滾區 他沒有見過 台灣的主權 就是 在追溯 他們在讓台灣 獨立各九年而已 他們在1889年 1885年 開始建神 那直到那個 甲午戰爭 大家都知道 18 18 18 1994年 甲午戰爭 短短九年 他建設台灣什麼 鐵基路都不是正經的鐵基路 都不是世界合法的鐵基路 把劉民船創那麼大 台灣才治理九年 他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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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1952年來算 整個來講 大日本 就在台灣治理就是57年 不是50年 你說 天到地下比 當國際多多百歲 他有給台灣 這個讓人知道事實的真相 沒有 沒有 他都跟你說 你就是中國人 是 你就是聽我這個 這個 教科書 你就這樣做就好了 沒有 你思考的空間 再來 你要有一個刺激點 你有新的什麼理論 還有什麼假設 你又不斷的去創新 去勇於 勇於把你的學說提出來 但是你要有根據 你根據什麼 也不是天馬行空亂講 當然這當中 你要有意力 要堅持 也要毅力 你要有觀察力 人家說什麼 形成假設 你就是說法官判案 像我們現在說柯南 你要去 了解說 當時那時候 發生命案 根據他的什麼 就位的什麼 線索 去了解 去情人假設 去求證 這就是你要去判斷 你要去觀察 我現在放一個影片 讓大家看 你們仔細看 來 你點一下 這個畫面給大家點一下 大家看一下 破綻力度 來 你會覺得很稀奇 怎麼辦到了 等一下有人跟我講 破綻在哪裡 你觀察 你趕快觀察喔 四張 已經踩好了 普遍 它會把它變成缺一塊 看直破綻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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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可以跟我講破綻在哪裡嗎 好 答對了 所以大家有這個思考喔 其實他在裡面裡面做什麼東西 另外一個一套他就在做另外一個東西 媒體也是這樣喔 你有看過這影片嗎 你剛看的 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我剛看的時候 我覺得這裡面一定有破綻 可是我沒像他那麼快 大家訓練你自己喔 你有沒有在動 在座應該也有人發現 只是他先說對不對 呵呵 所以這就是觀察力 你要訓練自己的觀察力 這是很重要的 不是人云亦云喔 甚至那個媒體在報什麼 你還要觀察喔 他第一點破綻是什麼 第二點破綻是什麼 不是跟著他跑 你知道嗎 很棒 我們再講 你夠了解自己嗎 你神經傳導到什麼程度嗎 你要藉著刺激 怎麼活化自己的神經網絡嗎 你知道嗎 這句阿信師先生說 你都沒打拼也沒落流 你就說天上要掉下來 什麼東西給你 天下沒有白吃的晚餐喔 你自己沒去努力 怎麼會得到東西 敬別人在苦難的時候 你不伸手去幫他一把 那你在苦難的時候 誰會幫你 所以現在台灣就是 道德勇氣缺乏 還有到處詐騙 把人的那個愛心都詐騙光了 大家不肯幫忙 因為他就投機取巧 只顧自己不顧別人 你怎麼改變自己 了解自己 願意改變 大家的力量來台灣民政府 大家每個力量 每個人的力量都很寶貴 就是靠這樣的力量 幫助台灣人 找回以前 日本在管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的台灣人的精神 而不是被這個體制裡面 這個思想裡面 這個教育裡面 力量越來越吵 越來越柔 越來越柔 人性已經 人性變得很乾枯了 為什麼我們沒辦法改變自己 你來台灣民政府 你就是在改變自己 你不願意過以前的生活了 對不對 被人家洗腦的生活 被人家好像管控的生活 沒有自己的思維 喔 過來 這個工人對老闆說 有什麼 爆肝的生活 老闆叫他起來 我唱 穿了這個壁 你大力把我抗下去 我把你抗下去 你不把我洗頭路 不會 我不會把你洗頭路 請你大力把我抗下去 在座位的人 老闆跟你說 叫你把你抗下去 你會抗下去 他命令你去 因為你不服 這個工人就說 好 我說 當然要把他抗下去 住在那裡 他抗下去 老闆把他抗下去 他去抗下去 他去抗下去 大家知道他為什麼當工人嗎 這個老闆為什麼當老闆嗎 就是你當工人的料 你的想法就這樣 你為什麼要去跟老闆搶聲 你懂我意思嗎 你老闆的頭腦是怎麼想的 你是怎麼想的 你只做工人的名 怎麼做老闆的名 我不是說老闆他多偉大 但是我跟大家說 做老闆的老闆 絕對比你這個辛勞 你這個工人又跟不一樣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自己去體會為什麼 爆肝的是我 每天這樣問自己 主動積取 積極進取 要怎麼改變自己 大家知道這個誰人嗎 發明家 對啊 大家都認識他 對嗎 但是他沒有認識你 阿伯你也會在打招呼 大家認識 發明的專利很多個 所以人家 無時無刻 做導經 做在thinking 人家一直在想有事 但是不是 天花 亂想知道嗎 亂想就是精神病 不是喔 你要把自己收回來 而且你要根據 你要事實的 人家有去實驗去做什麼 你要去做 不可以亂想 什麼叫創造 創造就是 好像 突然耳目在新的東西 你覺得這是新的東西 眼睛為之於你 每個人都有這個能力喔 但是你被你的家裡也好 你對你自己 自我阻礙也好 跟這個社會也好 還是這個政府 還是這個媒體 露骨骯骨的 把你掩蔽了 掩蓋了 你心不夠清 你看不到自己的本能 你有這個價值在裡面 因為你不給他訓練 你的訓練 因為他的訓練 就是跟你說你是中國人 教你露骨骯骨的 貪汙一些對 你不給他 你不給他 創造發明的能力 對不對 很少的 那個很優秀的人 都用抬頭 人家說 你有這個頓悟 眼睛這樣 金起來這種 他想要這樣嗎 你有太過 你有這樣過嗎 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想要開放自己的思想 家族 我們的思維 對不對 思維是不像起床 一站一站起床 起床 點線面 你有什麼企劃去做 有好的問題 開始就是 會去回顧 他去檢視 會去改善 還有follow up 不斷的檢討 再來運行操作 就點線面 你要什麼3D空間 4D空間都有 是不是這樣可以訓練 再來 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 我在沒有看到他之前 我看到 我也耳目一心 這麼簡單 他沒有很困難對不對 但是你看 人家就在利用這個工具 可以玩這麼有趣的東西 這個是很簡單的 其實創造發明 不需要很複雜 你一簡單 你就可以做很多東西 我要說 哆啦A夢 這是趣味 哆啦A夢 它有一個四方的 百寶袋 百寶箱 裡面有這麼多東西 聽說 剛才有 一兩千的 日本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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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這個 哆啦A夢 這個也是創造 這是創意 他創意當作又有創意 我覺得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竹精亭啊 你拿下來 可以四個筆法 讚的 對不對 還有這個 任藝門 對不對 如果從我們家來吃 我如果要坐客廳車來 我如果有這個門 我就直接過來 這是一種 好像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跟大家說 先不要講得太慢 未來事情很難講 以前說地球是圓的 有人要聽不 地球明明就是這樣 四字方方平的啊 怎麼是圓的 那些人也一種凌遲 叛死刑 那時候在歐洲的 神學傳說 不允許說你有個人想法 挑戰神耶 所以這樣有不可能 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我希望他有可能 不可以回到過去 看我小時候怎樣 對不對 有沒有 有預留的空間 因為未來的科技啊 還有人的思維 跟人的能力 絕對會超越 你無法想像到啦 你看嘛 他簡單的這個縮小燈 還有人 因為這個點去想 開放思維嘛 建築架構 然後自己去 創造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那不斷的測試 可不可以用 這就是發 就是創造發明 就是這樣來的啊 你看 人家就可以創造這些什麼 影像的東西 放大縮小 雖然你覺得很簡單 這本來就很簡單啦 可是當那個點 到那個點的時候 想到的人 去做的人沒幾個啊 再來 這空氣槍嘛 他還很趣 又落後想到 可以做這個紅 還做這個玩具 這樣也可以 工藝也可以用啊 這個那個梨子啊 他的土力 就會創造這種 有趣的產品出來啊 我想說 這個到底要怎麼訓練啦 我也不可以喔 我也是慢慢在叫 喔 齁 你要去看嘛 大家看這個 這有一個影子啦 但是 太多了 我說給大家聽 這個 一個影子啊 你就可以經過 把他訓練 不可思議 他可以照你的話去做 我們 我們人類也是有能力啊 台灣人也是很優秀啊 看你是怎麼跟他訓練嘛 他說 誰要把我訓練 還是我自己願意 要去給別人訓練 你願意嗎 你願意嗎 不是說 這個 我就讓我吃東西 我就 主人叫我做 我就做 沒有錯 是用這種方式訓練 但是這 你沒有訓練的技巧 喔 還可以 我水裡面救救喔 很厲害 還可以OK棒 拿著 那個主人說 我要手上 所以很厲害 我現在先給大家看齁 這個是 日本語啦 這是他一個地方啦 說漢年來講的心血嘛 這個咖啡 這個攝影機 就是咖啡 咖啡 這就是 紙鐵 就是祭 祭司本 這電話就是電話嘛 就是電話 這就是Taxi 這運轉 這是九三仔 大家有方式 但是齁 現在給我看齁 把這個 背的 尼 記起來 他說 他就要記他喔 你不可以說 我心血就記背 不可以 你現在齁 記起來 就等我來公布答案 怎麼記到齁 我現在要來講 這個螺旋式的思考 跟放射性的思考 一般齁 你是 這樣齁 像螺旋式那樣 像外面 這種 這種 螺旋式的方式思考 還是 這樣 像裡面 載化自己的思考 你有去檢討過自己嗎 你思考的方式是 是這樣子的呢 還是這樣子的 是狹隘的呢 還是放大的 我講一個故事 小明 跟小花好了 小明跟小花 都是他媽媽生的 可是小明就是哥哥 小花 小花 他媽媽 他媽媽 你怎麼 你哥哥都苦一百分 你怎麼苦五十分 你怎麼苦五十分 你是怎麼作的 就罵他的女兒 一般的家長 是不是都這樣罵女兒 罵自己孩子 可是他女兒怎麼頂他 媽媽 你以前不是說 我有哥哥一百分就好了 我苦五十分就好了 哈哈 然後你給他贏 你有材料 把哥哥熟做一圈 你為什麼沒有材料 把我身高跟哥哥一樣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心裡的就是 你給他看 你的手指頭也是長短不一 然後可能完全一模一樣的 你怎麼可以用同樣的思考呢 所以你要那種 放射線思考 我這個兒子就是這樣 我那個兒子就是這樣 你怎麼可以說 這個兒子這樣 你愛那個兒子這樣 你把他照顧人 你如果媽媽叫你說 你像你 你年輕人一樣 你會願意嗎 我下這盒盒 你就給我生這盒盒 所以媽媽的教育 就是說 他考試一樣 你孩子是什麼樣的 他是那個樣子 你就從他那個樣子去栽培他 他只要退化化有興趣 可是他都不愛念書 對修實中有興趣 做公益有興趣 你就往他們那邊去栽培他 孤孤教託主 苦一百分 你都要拜過 栽培他可以做博士嗎 什麼 對不對 你不會說 我都跟孤孤一樣 這不是就那個 能說起跑式的那個不平等嗎 你說是平等 對不對 你要去想這點 這種放射性的思考 你自己也是 教孩子也是這樣子 這放射性也是一樣 我不是就單 在我局面上在看事情 放射性的思考 不要說我只想一個點而已 這個放射性的思考 這個心自圖 心自圖都是用 讓人的神經網絡 然後一個基礎 讓大家有思考 從這個點 思考的能力在哪裡 這個 放射性的思考 就是說 你這個有一個主題 之後你就一直想 它的關聯性就去想 這個 是說 我受到吃了 就斷掉了 這沒有放射性的思考 這個度跟這個度 這個度是不一樣的 這樣就close了 就是斬斷了 放射性的思考就是 無緣佛界 但是你還可以把他整理出來 不是說 讓他 在那邊行雲流水 然後 不知道重點在哪裡 不是這樣喔 其實你放射性的思考 要把它整理 整理出來 我們先來講 這是一本主講 我另外再講一種 這就是這個關鍵 這個主題 之後有九個 有十個關鍵 十個關鍵 你再把他拖出 他的分類是什麼 分類還有分類 分類之後 又有一個整合 來看一個中心的主題 你跟這個神經傳導 神經傳導不是 爛無目的的 他一定是那個有意義 他才去傳導到那裡 你就主幹 然後資幹種類 再來拖 可能大家比較不清楚 譬如說 這個 這個 我這個 主要的關鍵在哪裡 這好像一個花瓣一樣 花瓣不是有中心嗎 那個中心的主題 主題 主題 花瓣外面 跟主題有相關的 譬如說我想要八瓣 你會去想到什麼 我想要 我想到日月潭那裡有瓣 對不對 還說 你 有在揚那個嘉義肌肉飯 對不對 還要有小火車 我可以去寬日出 你就去 用這個八瓣這件事 你就去想旁邊的事 旁邊的事 不是這樣而已 他還有那個 brain for all 就是這個主題之後 我還會想 譬如說這個椅子來說 你 你 你現在坐的椅子 你會去想到什麼 你現在坐的椅子 你會想到什麼 你就一定想到上課 台灣論 台灣民政府 你就一直想想想想 這個有放射性的思考 意思嘛 你的椅子 你就像我倒上吃飯 我在餐廳 我可能吃義大利麵 或是說我有 紙叉紙 這就讓你有一個想法 這就叫brain for all 一個是一個中心嘛 一個是放射性出去了 這個意思是說 他要去露行 他的中心主題就是 我要去旅行 那旅行嘛 我要準備嘛 保險嘛 行程嘛 時間嘛 地點嘛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說的這個 bring brown 這再來衍生下去嘛 我要注意什麼 這細節 你又把它分類 那你這個真的很好用喔 這個就等於是 我說的 bring brown 這樣 我這個行程 三天兩夜 幾天呢 交通呢 住宿呢 還把它分下去 這個 這個就是你一個 很好的計畫 有這種放射性的思考 來整理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這新制圖的使用 也可以用這個 我可以用 怎麼用呢 我可以講 我上台報告可以用啊 開會可以用啊 未來我發展 做筆記 回憶 這研究 這都可以 你新台灣論也可以用這個 來做分類啊 這也是這麼好用的 又舉一個例子 你要看一個小說 小說 他的關鍵是什麼 你會想到 他的情節 裡面的人物扮演的角色嘛 再來他說什麼 目的是什麼 你沒有讓你想像的空間 譬如說 這個想像的空間 你就會想到 這本書裡面有提到 莎士比亞 你會想說 莎士比亞什麼樣的人 你會想說 他是西方 他是英國人 你就這樣一直想起 你這本 我這是說 比喻喔 你家裡的小孩在讀書 你要教他的章節 怎麼讀書 這是這麼好運用的喔 他才不會說 我真的記不起來喔 我那個什麼 歷史好難記喔 什麼還以前 那個 我們以前都要討中國主義 地理 明明就在台灣 教我們要去中國 那麼大的土地 還有省會 還有什麼鐵路 還有什麼什麼 打到六個書 沒有錄影的東西 對我們台灣都沒有了解 我們起碼此刻 要對台灣了解 你可以啊 你回家 拿 拿圖畫來畫 你對台灣 這個地方 你把它勾勒出來 你要 對台灣的了解 你也可以把它當做功課寫出來 我要成立一個社團 我要經理一個社團 我需要有什麼樣的人員 這也是 可以用這個新制圖 把它規劃出來 企業 怎麼管理 組織怎麼管理 這個也可以用這個新制圖 組織人才 價值功能 這個 這是主題嘛 這就是關鍵嘛 這就是 我說的嘛 你還可以放射性 思考 講出你需要的 這個資源在哪邊 配備在哪裡 再來 這喔 這是我以前 在一年前的時候 我肚子在聽 我用這個 這也可以做管理的 自我健康管理啊 我肚子在聽 你的關鍵 你用不同的顏色嘛 你這看起來 就像是一樣的 我是不是 要叫做檢查 我是不是 我有什麼症狀 這就是 這主題嘛 這就是 這關鍵嘛 我需要做什麼治療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治療 我生活做是怎樣 再來放射一下 這是一個軟體 他還可以再分還是分啊 我只是 很簡單的 非常簡單的 告訴大家 我如果說檢查 我就 我是不是要做那個 那個 NNR 一個 那個 那個 CD scan什麼 做一個檢查呢 我肚子有生什麼問題 是不是要嚴重到 要做這個檢查 是不是要辯解 是說超音波 什麼 這是不是很好用的 新日圖 你沒有想要解決的問題 你把它分類出來 再來 這技術是跟新制圖一樣 它也是一樣 有些資賣 你有想說 一樣放肆性的思考 要怎樣 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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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這是用手去哪裡 用這個技術手去哪裡 我需要什麼資源 要怎樣做 人也是這樣 在解決的事情 你看 以用世界一家為主題 什麼 可以有什麼關係 結構 這是一個 日本的一個 電視劇 叫東大特訓 大家這個 鞭皮 你幫我放一個 騎一個 剛剛講的那個 六個 八個 日本的那個單字 答案就在裡面 你要怎麼記 八個 他可以想說第六個是什麼 告訴你 阿福山先生 全部覚えられた 嗯 私だけじゃないと思いますよ 五番目は電話です 七番目は温泉だな すごい まあ バラバラの単語を覚えるのは非常に難しい ですから特別講師の先生方 皆さん こういうやり方で覚えられたはずですね 例えば 伊野先生と生徒六人が新潟に旅行した 電車の中で伊野先生のおごりでコーヒーを飲んだ 駅に到着すると 一郎君のカメラで記念写真を撮った その後で手帳を見ながら 宿に電話をしてタクシーで向かった 着いたら温泉に入ろうと思ったら 先に猿が入ってきた ははは というように ストーリー仕立てにしたらどうでしょうかね なるほど 今度はスーッと覚えられたかも 何かを覚えるとき 言葉を無理に詰め込むのは苦痛ですからね 英単語も何かと関連付け そして鎖のように連結させると覚えやすい ああ ああ そう そこで登場するのは メモリーツリだ 一個法国大革命的歷史 當作一個中心主体 最重要なことからは この太くて大きい木が そして枝木 跟樹枝 跟樹根的方式呈現 放射性的思考 その際必ず 絵を描いたり色を塗ったりして強調する 例えばフランス革命を例に ちょっとメモリーツリを作ってみよう 日後 その後 法国大革命の歷史がすごく清楚 だから 你も自身が整理 そうして だから一片涂鴉 可是要增進你在釋取感官和記憶 這邊有講左右 他們分別是不一樣的 的功能 我們切掉 剛剛好像忘記讓大家看到一個圖片 再回來看 一個放射性的思考 你再把它按一下 這個 大家來思考一下 少一個臉跑到那邊去了 看等一下有沒有人給我答案 3、4、5、6面 1、2、3、4 這裡有6個人的臉 為什麼少了一個人 好講完了 有沒有人可以給我答案 我告訴你我想很久 不是我還是想出來了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大家再看一次嗎 好再看一次 他就是要你有一個思考的能力 你到底為什麼人家可以變得這麼有趣的 怎麼會這樣 又要 又要 又要了 現在 1、2、3、4 5、6面 1、2、3、4 Rectangles 但你最需要做 是把這兩塊塊塊 現在 1、2、3、4 5面 1、2、3、4 我們停格在這裡好不好 停格 所以問題是 有沒有人可以講 我讓他先講 我想很久啦 可是 可是還是把答案講出來了 你看嘛 他這個人的臉是這麼清楚 這就基本 架構嘛 你的臉不可能 不一樣對不對 你就是那個臉 他只是在利用他旁邊這個帽子啊 這個帽子有沒有 下巴 在混淆你的視聽 其實他真的本來就是 1、2、3、4、5 你就是只有五個人而已 他是故意用這個帽子啊什麼 來混淆你 他有六個人 那大家懂了嗎 你是不是覺得 他們設計這種人的人 真的很天才 可是 我告訴大家 每個人都有這個能力 只是他們每天都要接觸 這個新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下一個 切掉 剛剛是講到東大特訓的那個記憶術嘛 那他跟那個心智圖是一樣的 那這個魚骨圖是主要是在分析錯誤啦 他也是類似這種放射性的思考 然後去把錯誤找出來 這個就是 已經發生了我們去檢討原因是什麼 這個是說 剛好倒過來 我們可能會認為說 這個事情會產生什麼結果 一個是說 預應式的 像這個失效模式 跟效應分析 這個又很深 大概預應說 我做了一件事情之後 我怕他會變成這樣子 我去找原因讓他不要 比如說火災 我怎麼去可能發生 開刀房會發生火災 我怎麼 避免這個火災 就預防式的 那這個就是我已經發生火災 我怎麼去檢討 的意思 但是問題問題 問題產生了 你去想說 到底是人的問題 還是這個 這個問題 還是環境的問題 還是你這個 材料 你這個人員的問題 人員 四周圍的那些 那些 那些 比如說 器具什麼的問題 還有你管理人的問題 他這是在檢討 語句就是這樣 我們會說 這個啦 藥物管理 我拿錯藥了 我先比較這個主要的 關鍵 我從這邊你們在找問題 問題後來歸納 這也是類似心智圖 只是它是檢討 為什麼會發生哪要錯誤 你來講這樣 講講這樣檢討 我今天講的是 一個 都出錢了 可是這個真的很好用 大家心裡有概念 將來你要去管理一個單位 這個東西都是工具喔 你們都需要知道 這樣真的很有創意啊 他用這個魚骨圖這種方式 來 還有顏色 去分析 他這個東港裡面 溪流有什麼樣的污染 這個以後你也可以 用類似喔 你用什麼創意的東西 可以幫助你 的工作裡面 理清楚更多的架構出來 也是幫你怎麼去提案 那這個提案制度的意思 就是說 我剛才講的菜肴嘛 你有青菜有肉 有蘿蔔 有什麼爆香的 你就炒炒炒 這個食材嘛 你就說我現在要來炒飯 炒飯我就開始企劃 我先這樣滑鍋 應該是鍋子先熱熱 油下去 再加那個菜 爆香下去 再加菜 煮一下 再加味噌還是鹽 這個就是一個企劃嘛 我新成一個菜肴了 菜肴你就會說 讓人吃看看 有你這個太鹹了 有你這個 豬豬炒炒的啊 你是不是要回去再加 你這個就是一個過程嘛 你一定要有食材 就是你open你的思考 open你的思考 你要怎麼去架構 你有需要什麼材料嗎 你要怎麼去企劃 譬如說這個 我要規劃 我要一個提案嘛 從規劃提案 你要去研究 你問題可能產生的 這有兩套嘛 發生情境的敘述 你要怎麼下報告 他這是舉一個例子 說台灣社會的趨勢 人要來講 最近不是那個 中校東路那個公車 那個專用道不是被打掉了嗎 那現在又想說把那個高架橋也打掉 他那個北門的古蹟可以很凸顯的 不要說看來好像這麼不假的 可是你要想 你有一個提案出來 我要把那個高架橋打掉 你會產生什麼問題 你這個這方面 你行動論述 你這個也要去把它弄清楚 你如果我打掉 那打掉 那交通呢 你規劃好了嗎 雖然你把那個中校 那個什麼公車的 那個專用道弄掉 現在很暢通 可是你如果是把上面的高架橋打掉 你有什麼替代方案 這你們都要想到 你要想一下 問題報告 拿出來的簡報 這一樣 這是那個 簡報提案的動詞 具體化 你就是要提出來 這個是分析 研究分析 這問題產生 你要怎麼去剖析 這個提案的最基本 這個是蠻深的 你提案一定要用簡報 譬如說我現在講的 也是告訴大家 聽說創意的思考是什麼 我不是要做一個簡報 我是不是簡報你要注意什麼 我傳達的內容 我給的影片 我說的方式 大家可不可以很清晰 我這個也是提出來一個 創意的思考 跟這個 這個衍生的 這個課程當中 也是類似這樣的題材 大家知道 了解 我要表明是什麼 你也是要講給人家聽 人家懂了 你創 你提案制度 也是要講給人家聽 人家要懂 這個一個簡報的方式 這個就是用心智圖 來告訴大家 專案企劃 一個基本的程序 你你有一個企劃 輪廓是什麼 這隻都給你分類 大標題跟你分類 你針對的是誰 譬如說你接一個 12年國教 你覺得12年國教 這個企劃 要是說 需要做改變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12年國教 你知道有一個企劃 一個結構出來 你的對象當然是 一些心心學子 你怎麼去了解 他們內心想的是什麼 你這個方法是什麼 你要提供什麼 你要做什麼改進 然後這個內容 你預測 你決策分析在哪裡 這個不會說 看起來是很難 其實你把架構弄清楚 實在是 從這架構裡面 再經過你的那個智囊團 你一定有你的group 然後大家再來一起 共同研究還有專家學者 你就可以有一套 適合台灣人的 那個提案的制度來 一般我們假如能夠有 員工的提案制度 有一個這個網絡的這個界面 幫助大家 更多的一個idea呈現出來 我工作單位 他也是有把員工的提案制度 放在我們的網站裡面 也有說有一個提案獎金 鼓勵大家這樣 那我們在台灣民政策 每個學員 我也是希望 你藉由新台灣論 這個你的基本架構裡面 有一套你自己想要做的 但是一定要在這基本架構裡面 台灣就算台灣要自治也要在日本天王這個架構 法理的架構裡面 台灣人才能自治 等一下會講到說 後面等一下會不會再講說 蒙古大清帝國 流亡的中華民國 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我覺得有一個例子 可以讓你比較清晰 這個歷史到底怎麼來的 把台灣這個地位很模糊 是從何而來 這是我 我剛才講到提案 這是我在我們的急診藥局裡面 一個藥瓶擺放 重新建制的一個工程 我就按照 這個規劃方案 檢視政策 執行追蹤規範 這模式把它做成的 雖然也有一些瑕疵 但是我的確把我們的藥局做整頓了 是有 就是有跟我一樣的人員告訴我說 你為什麼不寫出來 因為我已經做出來 只是我沒有把它建構出來 這是變成導應為果 事實上 因為你要更多的群組 幫你一起去做評估 那因為當初就只有我 我就先做 邊評估就先做了 那將來我們是一個 team 不是你自己一個人孤軍奮鬥 所以將來你知道 在你的位置上面 你必須要找你的partner 跟你共同努力 你不是一個人 你並不孤單 那你有碰到困難 你一定要 已經中央的指示之下 已經要中央的指示之下 你要做的事情 那你不會 你不懂 希望你要有自己的group 那真的我剛剛說不懂 就是有一個team 然後 然後有你自己的一個智囊團 你懂嗎 一個團隊 那不要擅自 自己以為是去做事 那這個就是 來我們來再玩一個遊戲 我們要分辨是非善惡 但我相信一定會有人有破綻 那但是你先不要說出來 他他說 請你看他的牌 好好看他的牌 看仔細 我請大家好好看這個牌 我要說一個道理出來 所以請大家看好一個牌 大家把這幾個牌當中 總共有六個牌 把你想要的牌放在心裡上 那不要告訴隔壁 也不要告訴我 但是我一定會把你心中的牌拿掉 大家看好了嗎 選好了嗎 好 選好了齁 再看看他的眼睛 看他有沒有邪魔把你們的牌拿出來 那請問一下你的牌有沒有跑掉 那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破綻在哪裡 上一個學期有 有有有有 有學員跟我講 馬上舉手跟我講 好多個喔 你知道 全部的牌要換過 答對了 所以我跟你講齁 當人家玩這種把戲齁 一定是 做一個花樣給你看 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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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這個 讓你混淆你的視聽 他就是把這個牌拿掉了嘛 你看嘛 這個七嘛 六你看喔 都換掉啦 可是他用同樣 七的數字 他去混淆你 當我看到這副牌的時候 我也很快就解答了 大家要有這個能力 那你嘗試訓練自己有這個能力 剛剛那個先生學員也是講 他就反不過來嘛 就這麼簡單而已 前面跟背面 那都徒步一樣啊 所以我們自己要有一個這個 sense有沒有 現在大家有沒有覺得自己功力 比較強一點 我現在說什麼 對嘛 就是這個六張牌都拿掉嘛 就跟你數字一樣就好 就把你抽掉一張 你的牌一定會不接的啊 意思是說 這種當娛樂好 很開心啦 對不對 但是當謀略也還不錯對不對 但是又是騙 詐騙的話 就是很不應該啦 但是我跟你說啊 媒體啊 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的體系齁 真是一個超級大的詐騙集團 大家都被他詐騙了 那就是變狂態啊 他就用這種 類似這種的道理 就是蒙騙你內心嘛 很聰明的人 像很聰明知道的 換了花樣了嘛 像我們有很多台灣人 很清楚的就出來了嘛 那 他們那時候的白色恐懼 就是把那些出來的人 通通砍掉啊 那我們台灣人還要不要出來 當然還要出來啊 在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是 依照日索美戰的這個法理架構裡面 美國軍事政府保護我們這些人 長期就是228跟 那些黨務的一些白色恐怖 讓台灣人嚇死了 大家來這邊都好有勇氣喔 來給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 哈哈 好 那我要講什麼 你這個媒體上面 就像這個在帶這個 結果是他在帶他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這個媒體喔 這個媒體的力量很可怕啦 他要你講這樣 要你講聲響使在他手裡 你看吧 他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 要怎麼說 在台灣的這個媒體 就是一個恐龍了 你還在這個媒體恐龍 這個台灣 就是台灣在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體系裡面 你要要求上帝來幫你 有可能嗎 所以一定要把中華民國 這個流亡體系 一定要在新的 我們台灣人 台灣民政府的 這個新的 日暑美戰的架構裡面 台灣人才有未來 那個台生 你再幫我放一個影片 幫我點上去 我讓大家再想一下 再思考一下 點下去 你是有沒有照那個框框去思考呢 還是你把這個 在框框外面去思考 他這個喔 影片的意思就是 叫你 用四條線 把九個洞都連起來 四條線 我怎麼連我都連不起來 怎樣都連到只有八個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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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怎麼辦呢 我剛才說了喔 要跳出他的架構思想喔 等一下 你先輸扣一下 再滾一下對不對 你說你有收到嗎 收到嗎 他要告訴你答案 我說喔 不是跟著他的架構喔 我告訴你 我都沒想到 因為你剛開始都被他帶領了 要這種思考方式 大家是不是平常都是 那些人拖著走 看到他這個答案 你會恍然大悟 你不要哭喔 因為你 沒辦法啦 你四條線 把他背他而已 沒怎麼連高的 我不是說過 跳出他的框框去思考 我不是說過 跳出他的框框去思考 他問你三條線也可以 他問你三條線也可以 九個連起來 來再想一下 跳出框框三條線 滿有趣的啦 我是看到這影片 自己再想一下 跳出框框啊 有趣嗎 你不是看了就算喔 你要思考他的意義是什麼喔 就講到這裡了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你的感想在哪裡 你看喔 他不是在框框裡面嗎 對啊 是不是在框框裡面 叫你要這樣想 啊 我們現在的體制 是不是在我們框框裡面想 他有沒有告訴你在外面想 沒有 他一開始在你外面想 大家都想得到對不對 那為什麼 我們要讓別人帶領 這樣子想法 對不對 想看看 現在的媒體就是這個八怪 說那個五四三的 都不說政體 台灣人的前途在哪裡 連那個蔡英文就說 台灣的問題留給下一代 真的很不負責任 你媒體 你政治人物 你更要把台灣的問題 在這一代解決 下一代 你幹嘛 你把台灣人當什麼啊 你有能力 你明明知道日俗美戰 你還在去中華民國體制 在搞選舉 你對不起台灣人啊 我是有良性的台灣人 到底還有哪些人 台灣民政府 這些人 大家要一起努力 互相勉勵 加油 那我要掌這個圖的意思 大家看一下 這是原始圖喔 下面圖等一下再講 你看人家日本媒體 是怎麼這麼正確的報導 台灣有國旗嗎 人家已經知道了啊 那中華民國已經亡國了 為什麼用他的國旗 你從小地方就可以看出來 人家是真實在報導 這個只是說幾個人來救啦 還說韓國人還是有啦 只是他那時候在報導 韓國人還沒來啦 其實他們是有救啦 有來救 這個311啦 311那個海嘯大地震的 那一個事件 台灣沒有國旗 人家都知道了 還有什麼這個 這個都人說是婉娘 婉娘是說 他會講說是二次大戰一個 這個 敘述他國家地位的那個 那個 就像是人家的媳婦這樣 所以那些網友給大家 在意義說 台灣人跟別人的媳婦 對呀 媳婦沒有人要認識 我都要跟你孤獨 怎麼我開心 意思 這是題外話 是我要跟台灣人說 日本的媒體 你就對得起良心講這種真話 了解中國人 現在兩點半了 那若是要上廁所喝水 就請便 那我會再繼續講 那我們要了解中國人 怎麼了解 因為我們在中華民國體系之下 你夠了解中國人嗎 這個 這個日本字 跟希臘指 那個小明目扇形 他在去年的三月高級班 上的課很精彩 我這樣反反覆覆聽了好幾次喔 我現在學日語啦 他日語實在我也聽不懂 可是他那個 什麼什麼的 那個語尾著詞 我聽得懂 但是更深影響我就聽不懂 我們是聽翻譯的 那我講的這個意思就是說 所謂的他這個 大國主神先講他 他是建國之神 在他們日本人的這個 神話裡面 他們也有神話故事啦 叫建國之神 那這個是 這個天造大神 天造大神就是他們 在創造日本 這個國度裡面的 最高的這個神 裡面當中的一個兒子啊 一個傳人嘛 就三櫃子之一的天造大神 他就來朝拜他啦 請義說啊 我需要做什麼 對我國家人民需要做什麼 努力或改善的地方嗎 他就跟他說 他說你啦 你吼 是那個有時 哈庫 我吼 統治嘛 這語就統治 我的人民是希臘子 有時哈庫跟希臘子 有什麼不一樣 來講給大家聽 這個希臘子 這個有時哈庫 希臘子 這是外來語嗎 外來語就用騙假名 他就是告知 這個 有時哈庫就是說 我們用正面來講啦 就是 主人配有的東西嘛 就是說 私有 你是我的 這是告知 好像聽不懂 來 再來講 你看 在日本天皇他們統治 他們的人民 他們當然去用政務官嘛 但是他 他信任政務官 也 當然他也要支持政務官 也愛惜這個政務官 才將心比心 他也愛他的人民 他也要愛他 這政務官 他同樣一樣嘛 你一定 有 你說 上行下效 上面的人怎麼對待我們 一樣會影響到我們怎麼對待下面的人嘛 對吧 一 相信他 然後你怎麼讓你的人民 有知的權利 教育他 讓他有知道羞恥 讓他知道事理 讓他進步 當初日本 領有台灣的時候 就是四處 辦學校 不是讓台灣人 託主 沒有讓台灣人做 那些事明告喔 你知道嗎 大清帝國統領台灣 有沒有把台灣人當人 大清帝國把台灣人當人嗎 他若是把台灣人當人 他造戶口都沒有造 212年他不能造戶口嗎 他是最後我剛剛不是 剛剛不是講了嗎 是最後那9年 他才發驚覺台灣的重要才去怎麼建神嘛 那根本也不算神 那時六個屯股群去怎麼建神 整個台灣的主權也沒有 沒有建制完成啊 他才9年管理台灣 9年能做什麼 親再給你喂喂 然後那個流民船的像 這麼大 放在那個北門 第三出口 我看到真的好想吐一口口水喔 可是我總覺得 不是喔 我們是很有水準的人 我們知道 這個根本不是歷史的事實 這麼國民黨在放大 他們所謂中國的那一套 治理台灣 他們沒有告訴我們歷史的真相 這就是說 我告知你 讓你有成長的機會 讓你知道事理 然後中國是怎麼教育他們的人民 他們沒有教育 他是 因為這個臉的理就是 跟你的眼睛大拔嘛 你就像生不久嘛 你就生不久啦 沒有理啊 他把你當作是說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漁民嗎 你是我的 我想要把你窄 要把你殺 要把你 打死你 踹死你 打高興 麻煩啊 你是我的啊 你要討我軍王的啊 他不會讓你知道 知道你的事理 你比 喔我教育你 你比我厲害喔 把我的 把我的子孫 打死你 打死你 我來做王 怎麼會 所以他們歷代都是這樣嘛 不管其他國家 中國歷史也好 都是 你把人民當作你的附屬物 我的東西嘛 就像背後我的東西 背後我喝完都會臭 對不對 沒有跟你用完 沒有嫁掉 是不是這樣 所以人民才不 不爽嘛 不高興啊 我要推翻你嘛 推翻你 他變成軍王了 他一樣對待他下面的人嘛 所以你們 你說中國這種體制 會進步到哪裡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那時候來台灣 他也怎麼對待台灣人 就先把你這個聰明的人 先把你這個聰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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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這種聰明的 你不是用聰明的 你不是用聰明的 就歸為我 還不然歸成中國人嘛 不是把你當作一活兒 就是先把你精英弄掉嘛 你就是聽我的嘛 就這些教育啊 不然我就用廟嘛 拜神嘛 中國神耶 你當然是中國人拜中國神啊 就用中國那一套啊 講了一大堆競技啊 你走到要死啊 你有沒有自己想法嘛 他不是用宗教來給你 給你前置 政治還有教育歷史 給你抹殺 給你洗腦 不然就是用 現在是 現在沒辦法就用黑金嘛 錢嘛 你台南議長那個 李全教那種人 怎麼會選上 我覺得蠻奇怪 那大家想都知道 他們中國的體系裡面 就是貪污 台灣人你看 好的不學 算是學壞的 來我們再來看 我等一下再來講 那個 你看日本是一世萬代 沒有人想要把 日本天王的制度 推翻 那為什麼 答案告訴大家了嘛 他們是用希臘子 愛護人民 體系照顧人民 怎麼會有人想要把他推還掉 你爸爸媽媽愛你 然後你把你爸爸媽媽給怎麼了 日本人沒那麼差啦 台灣人會有幾個不孝子 會把自己爸爸媽媽怎麼了 對不對 所以 日本他們是一世萬代 他們天王從來都沒有被消滅過 美國那時候 打贏日本 也沒有想要把日本天王消滅掉 那這個以後我再講 他們中國人的訴訟就是說什麼 我這邊有網路可以監控啊 網路監督就好了 我不用花太多力氣 去管理我下面的人 那西方的邏輯就是說 當然也是要有人去幫你們監督啊 怎麼說網路這樣就算了 你還是要有法治啊 你每次我說了算 人家在網路說誰不好就說了算了 不是這樣耶 你要有法治 這意思是說東印度公司說什麼 有好的題 沒有美國人品質還給人好 還給我們那個計劃一半 但是這個 這個齁 他這個題 是要把大英帝國繳稅 東印度嘛 他是歷屬大英帝國嘛 這個印度公司說燒就好啊 我燒還好啊 不是很好 人家在西方是怎麼想 你也拜託 你們大英帝國那時候 在求你們大清帝國的耶 你因為便宜然後買這種茶 你繳稅給敵國 懂我的意思嗎 像現在台灣人啦 都走去中國做生理啦 他有看台灣人的安全 他給他賺錢而已 向他們繳稅金 叫他們買東西 我有錢賺就好啊 我怎麼關台灣幹什麼 我經濟弄亂關我什麼事 我家有錢就好了啊 我有賺錢就好了 跟中國人想法一樣啊 你根本就沒有敵我這種想法嘛 中國人要不要對台灣台灣 你要去討中國人 台灣企業產品都爛掉最好 是這樣的意思嗎 這種邏輯對嗎 你對敵國去繳稅 對敵國去做生意 賺錢賺八百 台灣人死了之後沒關係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台灣人現在變成什麼 國人看國人的 別人怎樣 他們家的事情 他們在保養說 他們保養說 他們保養說不是我說的喔 我沒有製造謠言喔 他說他們就是活在中國的匠工文化裡面 台灣現在就是中國匠工裡面 一個狗啦 還有塞蛤子嘛 大家都說老塞嘛 我講得難聽喔 沒問題 抱歉 當時講得有分開 你知道嗎 就是在這種大朗鋼裡面 你說什麼綠過性病毒喔 都感染這個啦 有免疫嗎 永遠是中華文化這個 降鋼文化所謂那種免疫啦 小時候齁 來大家檢討一下 這個畫家齁 這個畫家齊味的 他敢來我的問題 其實就表示他自己固定 這是發人深省的 你自己來 大家一個一個檢討 我也要檢討 我也要檢討 因為我也在大然鋼裡面 我也染上一些惡喜 真的我也有啊 如果說等紅綠燈來講 我要趕緊要上班 我可能也會闖幾個紅綠燈 因為我要上班 因為理由就是我要上班 你的理由就是 你也是為自己利益想想嘛 也是想要取巧嘛 所以我闖紅燈嘛對不對 我現在全世界裡應該只有 德國在三晉半夜會等紅綠燈喔 人家要跟你搶 搶說 沒車 沒走 你這傢伙的 等什麼紅綠燈 現在沒車你又可以走 但是人家現在就是 紅綠燈 人家這個制度裡面 跟你說現在是紅綠燈 你說要有那個鈕啊 鈕說沒力可以按 可以啊 可是你現在就沒有那個鈕啊 你知道有那個鈕嗎 那個鈕按下去 燈可以換你就可以走嘛 可是人家沒有那個鈕 沒有這個制度 你就按照這樣的制度 我看你這輩子你喘幾個紅綠燈 我有我有喔 我今天真招認喔 我取巧就是我要上班嘛 我現在走在紅綠 走在馬路上 我真的會很檢討這件事情 因為等紅綠燈 這件事情真的反映到台灣人的心啊 你自己去檢驗一下自己 人家不要說什麼啦 怎麼說假話啦 還有心胸假宅忌憾啦 這個東西啦 大家要檢討一下 這就是中華 因為中國文化的大藍鋼裡面 人家的產物 這抹面了我們很clean的心情 很乾淨的心 同樣也抹煞了我們思考的能力 你懂嗎 我覺得台灣人是真的很優秀 還有很多學子 有創造發明的能力 但是因為這個醬鋼文化 太髒了 那些人真的好不容易精英出來 早先的時候根本沒有幾個啊 大家去思考這個堂裡面 當你要去跟人搖的時候 你有想到自己嗎 你自己感動你也是這種人的 你看你這樣跟人搖 滋滋點點 但是你這幾是幾百人 四幾是自己自己 我是覺得有時候 我想每人 說到白天要嚇的時候 我就想一下 稍微潤一下 我們那個櫃檯都要發藥 白人大概大聲小聲在揉 你怎樣怎樣 你知道最好的辦法 怎麼趕走呢 就是說對不起 我從頭到尾就說對不起 他就不要摸摸的 就走了 但是更沒有道理的 那個是精神病我也碰過 對不起也沒用 他就無限上崗 也是有這種人 就是我覺得 大家要想一點是以退為進 因為你唯一把他請走 就是跟他對不起 他就走了 那你在跟他講什麼道理啊 那個學姊你不應該跟他道歉啊 你根本沒做錯 你幹嘛跟他道歉 可是我在跟他講道理 我一來一往 我也傷到他也傷到 然後越惹越大 那個地方能這樣嘛 數戰數決就說對不起 你有沒有那個勇氣 說對不起 但是我跟你說 對不起喔 其實不用本錢 你掏出來就有了 你願不願意掏出來 不用本錢啊 我就說對不起 雖然說我不是言不由衷 但是我講出來了 我少麻煩嘛 在我更年輕的時候 我好像不會這麼輕易說對不起 可是我現在可能年紀也越長 看的事情會有處理的一套邏輯 那我是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對不起真的很好用啦 不管你是不是認真的 或說你真的是為了喜事靈人 或是你真的很窩囊 都不管 你現在就把這件事情解決完 我就說對不起啊 其實我也是在檢討我自己啊 那等紅燈那個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他們那中國人的那個思想就是 一樣嗎 雖然是共產黨 那一個是國民黨 共產主義 那其實他們都是獨裁黨啊 可是美國就是選中國國民黨 因為他通盟國嘛 他不是共產主義 可是兩個黨都是對台灣很不利 都對台灣人會很不利啦 那現在誰能幫我們 你自己要先幫自己 我們的日俗美戰的 國際法理的地位 就是我們的武器 就是要幫助台灣人每個人 現成的有 為什麼大家不去努力呢 都有啦 這個真的是 常愛我們台灣人 那你還要在這種裡面 還在那邊拉塞了嗎 在那邊被他禁錮著嗎 禁重造造的嗎 你願意嗎 中國人啊 我們現在來講他們中國人 本身也很可能 他們中國人也是說什麼 我法輪功不過是健身而已 雖然我有group大家一起健身 你把我當作叛亂 然後把我鑽去關起來 還把我內臟拿起來 活摘耶 活摘什麼意思 沒有打麻藥耶 腳手這樣拔拔的耶 淒厲的那種疼痛 痛苦的聲音 你知道嗎 活摘 那如果掛下去 那水就噴出來 你知道嗎 有啦 他們有照出來 有些工作人員描述 當初的狀況 你說那個血噴到我的臉 噴到我的眼睛 我的臉全部都是血 他心一驚 自己怎麼是這樣的人 所以大家思考一下 其實他們當中國人好可憐 可是我們在1946年1月12號 被中華民國強迫當中國人 他們給我們像日本天王 那時候黃明化給我們兩年的思考 可是他要你當中國人 又不愛護你耶 所以當中國人好不好 其實他還蠻可憐的 我們希望中國人幸福 中國人民我們不是說 中國的那共產體制 他們那些禮教 他們那些政治 我沒有說那個 我說中國人 希望他們過得好 因為這個體制長久以來 不管是他們歷代以來 再來說這國共內戰 死了多少 把他們的人名減減 沒跟你算說你是人 那時候還有他們的朝代 這麼多朝代 還有人這麼人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的國家 我覺得很可惜啊 你說地大物博啦 什麼幾千年的歷史啊 什麼還有什麼孟子 孔子的思想啊 可是既然這樣子 為什麼他們國家 沒有那麼進步呢 你要去思考這個 到底是什麼 我剛剛說了嘛 有是哈苦跟是辣子嗎 你有把人當作人嗎 你把人不是當作人 你的體制裡面 的英文就是這樣啦 你不注重人性 也不注重法治 我高興把你怎麼樣 就怎麼樣了 我們現在也是 對於 對於中國 我也提出了一些想法 我希望他們也能過得很好 我們在思考自己的錯誤當中 我們也去 對於他們 憐憫之心 也不是說 中國人很壞 就把他們怎麼樣 我們不必要啦 因為我們台灣人很厚道的 我們做我們台灣人該做的事情 現在我要說的是 在中國體制裡面 改革開放 藏到錢好用 就到處四處的騙人 那我再跟大家講說 在一個中國的體系裡面 就是貪污腐化嘛 現在就用黑金嘛 那我現在要告訴大家 等一下再放一個影片 還有八分鐘 但是我要全程放完 然後跟大家講 你有沒有貪婪的心 我們放這個影片 那個點下去 再幫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將來你們要去接一個位置 那這位置有很多的誘惑 有很多的困難 那 你有沒有嘗試怎麼 掌握好自己的心了嗎 我如果說到最前面 不要貪污 不要貪污 可是呢 你不如看這影片 你的貪污 你的欲望 可不可以因為 這樣子源源不斷 一直跑出來 你自己都不知 看影片 反省自己 思考一下 這個頭子就是一個 點 裡面藏著一個 讓你不可知的欲望 在裡面 一開始看就偷到了 對 有 有 看有 那個拖肉可以吃嗎 齁 他在做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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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裡面怎麼找一個 那個人出來 齁 其實不是人 是一個 奧摩出來 但是 他們這個師父 很翹 會觀察 這個齁 有什麼 祕密 欸 怎麼一個 蝴蟹在不會變 變一些檔檬 一個鑽燒出來 喔 又多跳跳 找他要吃的東西 喔喔 我都要這樣 他又快見說 欸 這個東西喔 可以 可以吃那個果醬 那如果說 有東西去沾 喔 那個方法 他就把它拚 那個 Diamond 那個補充 還是說那個 鑽燒出來 那他就說 哇 這個我窩了 巨毛噴 我一定要抓起來 欸 怎麼沒去 你破壞我的好事 喔 這厲害 可以變來變去嗎 你告訴我還要吃啦 他這是這麼有名的動畫大師作的齁 他這是這麼有名的動畫大師作的齁 所以要教孩子齁 不要有台南的心 還要教他們那個 英文字齁 單字怎麼學啦 怎麼進 他呢 他都故意把他 養在外面 啊 如果有豪神跟那個黃蜂 什麼 香喔 去品這個香喔 他就去 變東西出來 啊 最好是喔 把人 把那些東西 才是有那個 豪神喔 生得越多 他就 剛好變這麼多 喔 他們的貪婪的資訊 是不是越來越 酷顯 有沒有 啊 人家黑魔都也沒做事啊 啊 你這個人類怎麼一直 牛蜂一直出來齁 那黑魔也一直在吃東西啊 沒說什麼 啊 你的頭腦就想這麼多 有的沒有的 開始 我的套養 回個手 因為這個積 fortune 而這隻奇債吼 讓你變得這麼輕 很盲目 我只要潛就好了 噢 變這麼多齁 又可以變那頓 鼻毛可以殺你 還有墨水 還有轉鳥 噢 這麼高興的捏齁 我看了那個金錢 我想說 那是不是國民黨的黨產 你為了金錢 可以把你謀生的工具 像這些牲畜都殺死人 我告訴你 我要吃飽了 喔 要起來喔 不要說沒問題 沒關係 要把這 變出來 沒辦法 他覺得沒辦法 拿去尾 把所有門 都在裡面 看我 我是 我是華偉大人 在那邊 在那邊 噢 要看我 外面有拖子 來 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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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麼多的果獎回去 他跟館子裡面 他這個惡魔很嚴重 回來要跟他們兩個人好好修理 你也在被人家嘴假象 這都是惡魔剩下的一些假象 你看到的全部都是假象 真正的就是你的貪污 他不斷的去引誘你的貪念 你躲不過啊 你最後還是要毀滅 他繼續騙一個人 這個歷史一直在重演 在台灣的政治重演 我問大家齁 阿拜你去接一個客 這個肚子在你面前 洗來洗去 你什麼手法 那你去修口一下齁 來 我們再看下一個齁 現在3點 來 歐米 你在幫我齁齁 剛剛那個切斷 那個影片切斷 齁 大家看一下齁 這個說讓台灣政府 我跟你說齁 這是流亡的中華民國 他不夠格叫台灣政府 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是未來的台灣政府 這個是要註冊的喔 所以這個蘋果日報這樣講是不對 這是流亡的中華民國體系 貪污的狀況 你來看嘛 這個是台灣嘛 我們說台灣這個政府要打叉叉 流亡的中華民國 你司法體系跟這個警察 這都在貪污 你看喔 司法體系就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又比較多喔 不要貪污 簡單講不要貪污 四個字好好講 很好講 很好聽對不對 但是 在人家給你設局 或是當你那個位置當中 像那個兔子在旁邊跑 你都莫名其妙你就 就把你的貪婪表現出來 所以讓大家有一個思考的空間 說到這麼多 不如讓你自己去想一下 這個音頻這麼好的 你去想這個情節裡面 你會不會 不小心也不注意也不了解也不懂 就那個貪污就出來了 那好危險喔 大家要有一個概念 我是台灣民政府的官員 政務官 我指領台灣民政府的薪水 其他你不要想太多 你要這樣想就好 我指領台灣民政府的薪水 其他不要想太多 什麼工程款 什麼什麼什麼 不改你的 不要去 不要去摸到 簽名 休息不要亂簽 人家的公文給你簽下去 注意一下 教大家的配方 現在來說管理體系 第五個單元 半個小時應該可以講 我現在要來說 以前剛才說這個 世界對照表 我不是說蒙古 那個 日本嘛 天皇的制度是 那個 一世萬代 都沒有被推翻掉 大家有看到這個 元朝嘛 他們把這個蒙古 動作一個元朝嘛 你知道蒙古大帝國齁 他是那個陳吉思汗 打下的嘛 連歐洲的整片都是他打下來的 2 1206年到1259年 都是他們 那個陳吉思汗打下來的 59年 陳吉思汗死掉 他們國家就開始就冷氣了 我來講這個嘛 他這個要講這個蒙古大帝國齁 跟這個四個地方 那個文化傳承 沒有關係 雖然說他們 有征服過歐洲 這四個地方就是 日本 台灣 印度跟歐洲 只有這個 這片大陸 他們這個 所謂的中原這一塊 大陸 深受他們 蒙古帝國的影響 甚至他們的子袋 都有陳吉思汗的血脈 小明目善行 他的英國當中 他們的後空 不只三千家裡 好多 好幾萬個人 都為他生小孩 所以你在中國人的血液裡面 很多蒙古的基因裡面 可是跟台灣完全都沒有關係 他們要再講說 到底 他們說的原是 他們中國的朝代嗎 你陳吉思汗 把你們中國人殺的快 沒有幾個 是有人跟他講說 中國人還可以用 要不然他真的把中國人 全部都殺光 那他把你滅了國 你卻把它當作是你的朝代 人家會不會看不起你 你來歌頌他 哇 偉大的陳吉思汗 譬如說 他把你們家的人 都台詞了 結果你說 那是我的救命恩人 歌頌他 你的價值觀 會不會有一點錯亂 中國共產黨 中國嘛 1963年 大家就在討論 他是外來政權的 為什麼要把它當作是 中國的朝代呢 你在侮辱你自己耶 你有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 他們說侵略了 中國跟俄國 你卻把它歌功頌德 我現在要講什麼 那勒 大清帝國不是在1911年 亡國了嗎 那蒙古那時候 蒙古我講嘛 1959年那時候就離開了 他們國家後來就 大明帝國就從 那個蒙古帝國分出來了 後來 這個女真族嘛 如果他是統一女真族 就成立一個 大清 女真族 他名字就叫厚精 後來呢 這個蒙古 會深受那種威脅嘛 就要蓋那個大清 那個厚精 但是他拼書他也拼書啦 他就歸順於 那時候的厚精 跟他們內部 見齊見步 就是由他們的體制 那時候蒙古是歸於 這個 這個大清帝國 那時候也把大明帝國 明朝嘛 他們所謂的明朝 一樣把它併吞 所以才成立一個大清帝國 那你的1911年亡國了 大清帝國亡國了 蒙古的宗祖國 就是大清帝國 他亡國了 然後 這個 那個中華民國 那時候 1911年也成立了 所以蒙古 應該說大清帝國從蒙古 大明帝國從蒙古 分出來 後來 成立了厚精之後 又把大明帝國跟蒙古消滅 就成為他們的疆域 他們的種族之一 他們統治的種族之一 那1911年 這兩個種族都 因為這個宗祖國滅亡了 所以他們自己各自 可以脫離這個大清帝國的宗祖國獨立 可是這樣中華民國怎麼說 中華民國說這是我的啊 怎麼會是你的 人家是脫離他的宗祖國是大清帝國 不是你中華民國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們會覺得說 外蒙還是他們的土地啊 他們是他們的嘛 但是我告訴大家 他們大清帝國王國了 他們當然自己可以獨立嘛 但是那時候獨立就是 後面有一個蘇聯 可以幫助他們獨立嘛 你中華民國 你後來也是慢慢讓人家去承認你 一個國家要建立 是要人家去承認你的 那現在我為什麼要講這兩個國家呢 台灣呢 台灣到底是什麼位置 我先跟大家講 台灣 根本大清帝國 在那個應該為說大明帝國 不是那個鄭成公公反清復明嗎 才跑到台灣嗎 建立在南部的一個小小的政權 然後來大清帝國去把他殲滅掉 他才不得已去開墾台灣 但是那時候對台灣來講他也是不管 他只是在抓叛膽而已 他是直到我剛剛說的1884年 那個法國 在侵略台灣一陣 他覺得台灣這個地方很重要 在隔年1885年 才把台灣建省 但是台灣建省 那個是六個漢人的屯滾區 右邊那個高砂族那個土地是不完全的 大家應該有看那個圖片 那是日本建構台灣一個完整的主權 在1937年黃明化 1945年4月1號 那個民治憲法 施行於台灣 台灣已經是日本不可分割的土地 我們的宗祖國就是日本 請問 宗祖國還在 你能獨立嗎 所以日俗美戰就是說 馬關條原把台灣朋友 割給日本天皇 人是日本的 我們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我們沒辦法獨立 我跟妳講 美國也不會讓台灣獨立 我要讓大家獨立 這種想法 清楚不要叫人那些態度 去洗腦去 台灣被中國人管 我們要自己獨立 我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的體系裡面 全部都是中國文化 被洗腦的人 中國社會 中國思想 你要翻到 投共 變成共產國家 是很容易的 就算說 你不被中國統一 你底下全部都是 那種中國思想的人 都在中國那邊賺錢的人 都是貪路的體系 你要變成共產國家 是很容易的 你就是導向中國 變中國的附庸國 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美國不會做是這種事情 不管的 為什麼 他們從歷史的教訓 美國有歷史教訓 當然有啊 他跟那個西班仔 在修正那時候 西班仔割讓四個土地 其中有一個古巴 那古巴也是美國的殖民地啊 他不是他的宗祖國 他必須幫他獨立 幫忙他獨立 然後他幫他獨立之後 生出一個卡司儲 卡司儲後來就去投共 投哪個共 蘇聯啊 然後後來呢 美國藏到什麼樣的教訓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歷史上有一個古巴危機 你知道嗎 請問古巴危機是幹嘛的 對啊 他部署在古巴的這國土 最接近美國的本土 部署蘇聯的飛彈 請問一下 美國是不是冤大頭 你本來是我的問題 人家說要白話一下 你是我的東西 本來是我的東西 但是居然被人家利用 拿來傷害他自己啊 你覺得台灣現在是他的 佔領區 他有沒有可能 在做這麼笨的事情 你這個台灣又去土力 還去投共 再來台灣部署飛彈 還是說把他們太營養 整個防線撲個洞 美國沒那麼笨 所以人家美國已經說過了嘛 你台灣獨立代表戰爭嘛 所以幹嘛還有些人在狂呆 我也不 我覺得 我寧願這兩個老大哥來 看有什麼 他們都現在都 以前啊 七十年來都沒怎麼照顧台灣人 你說日暑美戰 你日本跟美國 你就要不要說 你就還債 你就是要幫我們台灣 幫我們台灣撐起來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 既然 我們是你的生 你就好好照顧我們生 你以前七十年 讓中國人撥銷我們 你現在要 就怎麼講 你要補償我們台灣人 你好好照顧我們台灣人 你日本 你說究竟在和平條約 把他們放棄 都沒有照顧 你把我們台灣變成孤兒 沒有人要照顧 你現在也要照顧我們台灣人 所以為什麼你一定跟日本說 安倍說 說我們的海域有沒有捕魚權 那個是李登輝去講的 台灣人才會在那邊有可以捕魚 他們也是為了生計啊 你日本你有建立照顧台灣人 然後 台灣人也得癌症很多 日本有很多的很好的技術 你要 把這個技術輸入給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保證你這個技術不會流到中國去 你李登輝怎麼說 你這個老大哥 你這幾年來怎麼 對待台灣人 你要補償我們台灣人 好啊 你要做大招 你就好好照顧我們台灣人 快把中國人請趕走 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先把他趕走 然後以後你要好好照顧我們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要這樣 你就 還給我們應該有的公理嘛 柯文哲說啦 解決藍綠對抗啦 台灣的問題就叫公理正義啦 但是我一直想不到 什麼叫公理正義 告訴我公理正義在哪裡 你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你有公理正義嗎 我告訴你 我告訴柯文哲 所有的公理就是法理 你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不會有公理啦 也不會有真正的媒體自由 你這個中華民國體制 你就演到哪裡 你就給我get out 才會有真正的公理正義 所以柯文哲 他也是說的五四三的對不對 表面看 哇 還不錯喔 公理正義 但是在哪裡 公理何在 法理正義 大家要想法理正義 我這邊說這個就適合大家聽到的意思 台灣 宗主國是日本 他這個大清帝國 你蒙古是人家獨立出來的 不是你中華民國的 你不要一直說外蒙獨立 誰誰誰 勾結誰 可以 同樣人家中族國 你中華民國可以獨立 人家為什麼蒙古不能獨立 中古國滅了 台灣的主權還在日本天王的手裡 台灣尊重中族國 你沒有獨立的本錢 我來告訴你 日清 朝鮮 就是因為他們叛亂 人家在爬 搞出一個日清甲午戰爭出來 為了大 朝鮮 帝國 下官條約 到底內容是什麼 這個等一下再講 日本叫下官條約 中國人叫馬官條約 在1895年4月17號簽署 我們先看這個重點 Emperor of Japan就是天皇的意思 大皇帝陛下就是天皇 不是日本政府 這就是我們家的地區 台灣的地區就是日本天皇的手裡 到底是有什麼好處 我是把它剪貼成一個整個畫面 就把這個中國的這些利益 裡面什麼 下開化界以內的什麼奉天什麼利益 還有這個第二款第三款 台灣全都跟他的學生的多數 跟這個朋友都掛給日本 這就是地區我給大家看 第一款不可以說我 有台灣這個主權 你都不要跟他建設 人家都有在建設 開始就把你說內地延長 把你動作 你是台灣是我的人民 把你交友設學校建設 還有把你造戶口 也有造戶口 台灣第一次造戶口 就是1895年 零有台灣的十年後 全國台灣 全部的台灣 做一個戶口普查 十年後才有完整 建設完整的戶口普查資料 這標示什麼 標示說你不幸在外面 怎樣 讓我找到你這個人 大清帝國212年 你要管台灣人嗎 就算最後的九年 他搞個什麼挖國鐵路 搞個什麼建設 笑死人了 你九年能做什麼 高年也在做什麼 我今天戶口你也做不出來 他不給你造戶口 表示說沒主文你這個人 你這個人死去我也沒在插你了 所以中國人對於人性化 我覺得他們不太懂 雖然說他那什麼孔子學說 孟子學說不是說 君為親 什麼設計痴痴 什麼名為貴什麼什麼 但是我感覺到 他們這個道理 去說過百人聽的 如果真的說過自己聽 他有時候自己 他們的股閉到這樣 不像現在他們這個中國人 為什麼要糟蹋他們 他們那個中國的那個 中共嘛 怎麼去糟蹋他們自己 國家的人民 他真的有把他們 怎麼學說學理 自己聽進去嗎 這是題外話 就是我們 1945年4月1號就是 民治憲法實行 就是說你參政權參戰權 都有啊 你把我當作我是你的人民了 竟然把你當作你是我的人民 當然就是你是他的了嘛 就是 就是說 台灣已經是日本 不可分怪的土地 哪有可能說 你 說要害你這個中華民國 你又是王國要怎麼害你 你 你 尾頭和賣 你把那個六個屯滾區嘛 賭兵 三分之一的土地 你這架兵的高砂族 這個土地 你不明顯 你人的白人的東西 你給我擱 擱給日本 日本才辛苦的去 征服高砂族嘛 塞德克巴萊 花了十年去征服他 哇 這辛苦的 你擱給我 還給我這個燙手山芋 他說 因為這種 中國人拿的 水準都這麼多 把人的土地擱一擱去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嗎 建構完整的台灣主權是 日本 那他已經實行了 已經黃明化也實行了 民治憲法 有參政權參戰權 我們就是日本的 日本台灣 這就是日本的 哪有可能掛給你中國人 哪有害你中國民國 我現在要說的事實 讓大家聽不可能獨立 剛才是說 剛剛有講到一個圖 就是領有台灣照護庫 然後建設台灣 迦南大郡 還有縱冠縣 黃明浩實行民治憲法 這樣在 以舊金山和平條約1952年來算 他同齡我們台灣 57年 要這樣算 因為是1952年 大家再看這個 1951年9月8號簽署 隔年的4月28號 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JAPAN REUNCES ALL RIGHT TITAL AND CLIN 就是說一切的權利 不是主權喔 主權叫做SOVENTY JAPAN是JAPANIS GOVERNMENT 天皇剛剛有跟他講說 就是EMPLOR OF JAPAN 天皇他會寫天皇 所以這是日本政府 這是放棄台灣的統轄權而已 管理權 同樣中華民國是擁有台灣的管理權 統轄權 但是他沒有主權喔 在美國一樣就是 因為軍事佔領嘛 第23條 A 主要佔領圈國 中華民國是怎麼來的 中華民國是戴佔領嘛 投降 就是 不行啦 發行這個美日太平洋戰爭 是美國跟日本在打 不是說中國喔 中國是中國戰區 他已經打到中間了 他怎麼可能打贏 他沾了美國人邊 是戰敗的戰勝國 你去沾了人家的邊 說你贏了 你在欺騙社會 欺騙這套套的 大家都說抗日戰爭勝利 中國人都說抗日戰爭勝利 你拿出禁骨 說你勝利在哪裡 你要拿出證據啊 證據就是 你挖給國人 你打贏 丟臉喔 你自己看看 是怎麼來的 中華民國是怎麼來台灣的 1945年就是 因為麥克阿瑟嘛 發佈 一般命令 第一號一定要記得 然後他的那個 我都把台灣論和歷訴 和法理 和經濟 都有這種年代 你可能比較好討 你這個一九十五年九月 二號就是 因為這個命令 來接收台灣是怎樣接收 用戴占領這個名義 1945年10月25號 才跟中華民國這個政權 美國還沒要處理 怎麼可以這樣 所以2006年 10月24號 林志森博士等228個人 去告美國 以人權去告美國 讓台灣人驚醒起來 原來 美國依然佔領台灣中 都是不是這樣為什麼中華民國要聽他的 一定是美國就是背後 到底是怎樣背後 就是因為跟 這個究竟算和平條約23條嘛 你因為你是被佔領嘛 我現在還要說 跟口號的例子 是說 這中華民國在一九四六年 一月十二號 跟台灣 共共共當作中國人 但是都不愛讓他們 他們覺得他們是中國人 也不把我們當作可以 可以愛惜的 再來 你齁 在一九四九年 你用這些幣子 你先把一比一的舊台幣 因為他要把舊牌帳換掉 先去一比一換這個台灣銀行券 到裡面 他覺得他要別忘了 一九四九年 十月一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他們就 亡國了嘛 他就去換 設立一個新台幣 給我們旧台幣換 這樣 一塊的新台幣 你避開啦 他們就 他們就一比一避開 銀行券 避開了 那人民 你看台灣人民多少家破人亡 大家去思考一下 把我們當作中國人 把我們這樣對待 所以 他是有些客戶還是希臘子 所以中國 又沒有靠西方的文明 他們這國家很難進步耶 他們還自以為是 你這個 鄧小平沒有改革開放 我看他們在國家也會有愛在 但是他們政治沒有改革 這國家永遠都不能信任 這個政權啊 永遠都不值得信任 舊金山和平條約 大家 戰爭結束 我們要依據 戰爭結束 這個法律 法條作為根據 而不是說開羅會議 它只是一個會議而已 我自己自己開火 要做一個聲明而已 這個法律 法條是高於這個 你所謂的會議 它要這裡 舊心山和平條約 就是台灣 寫清楚了台灣的 位置在哪裡 但是沒有指定收受國 你為什麼沒有指定誰 他不可能指定中國嘛 他就是因為要沒有指定 才不會讓中華民國 要去賠 他因為 1950年韓戰 我想說 美國驚訣 我現在給中華民國 結果你如果繼承 中華人民共和國 哇 那我台灣不就 就白白又送給你 他現在變得聰明 不是古巴那時候 古巴這樣 讓蘇聯跟古巴卡司署 玩弄 現在美國變得聰明 但是我不知道 現在美國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我們 腳步又這麼慢到 說 但是不管怎樣 還是要給美國鼓勵啦 因為它是我們的佔領國 我們還是要尊重它 但是 你還是要尊重我們台灣人民 台灣民政府 所以為什麼秘書長說 要去再跟他們 讓中華民國趕快給我滾回去 你美國也要尊重我們 對不對 大家說對嗎 這個說 一個沙塵暴的意思是 這堆 太坎人在蒙古 然後遇到封城 那個沙塵暴 所以不可以回去 他們飛零基就坐在那裡 像台灣現在坐在沙漠一樣 到底 我們怎麼飛出去 在沙漠裡面 能生存嗎 然後他們看開始 他們這幾個成員 也是在那裡擠擠擠擠馬來馬去 修帕 像台灣現在也是 提擠過來 也有人在修帕 但是後來 他們就 一致把 努力把他們的飛機修好 然後就飛出沙漠了 這 以後才來講 日出美在就是我們 逃生的工具 他們的鳳凰號就是 為人去修好 或飛出去 我們的鳳凰號是什麼 我們的鳳凰號就是日出美在 我們也要飛出去 這個中國的體責 跟他們冠照 我們也有一筒要接政權 主要是這個新台灣論 基本一定要討好 你這個根沒有弄好 你這麼好的 給他們冰打 你憑什麼來當我的頭頭 不就你分配到一個工作 他會說 你憑什麼 我告訴你我憑新台灣論 我憑我的老金 我今天說創意的思考和提案制度 大家每個人都很厲害 我憑我的老金 我憑我的新台灣論 我憑我的台灣民政府 可以我正確的領導 我憑我的東西 我不貪污 我會操縱 先來看這個 我這三幾件 我就告訴你 接這個語意就是我的 你就要聽 就是要服從 這是我在台灣民進府 體會出的一個道理 你一定是一個主幹 再來你把自己專業 從頭到尾把自己 念的 學校的 你外面自己在努力打拼 好好從頭到尾 研究 創作你有一個創意的思考 比較提案的制度 我沒有相信你不能接這個學 是因為你沒有打拼 你才會怕 你沒有信心 你就是要給信心去做 怎麼改變自己 從新台灣論開始 我今天從頭到尾把重點 大家都可以知道 我們要接這個 人家有一個流程 都一直都在做 台灣民進府 也是一樣 跟田農一樣 愛護人民 把人民當作自己身上一塊肉 我們也要從馬斯洛 人的需求開始 這支你如果我安全啊 我要吃飯 吃肉啊 我不會說 我有 都叫拍度 上海啊 手夾啊 我還吃手水油耶 喔還有什麼 什麼有的沒有的 還有什麼 塑化劑 我台灣生成第一名 為什麼我台灣人的名字 減減讓你這樣造胎 你這個中國人 你這個體制是怎麼造胎 所以我們台灣民進府 就是要滿求他的需求 最好的政府 就是讓每個人能夠自我實現 我吃飯 請好 我還要有實現我人生的目標 只要這麼做的 有為的政府 你們每個人以後都是官員 都是政務官 你有責任這麼做 這是我的心得 人性化的政策 你一切脫離人性喔 你就什麼都不用做了 你脫離人性 我覺得你就跟牲畜一樣了 怎麼做 你要滿足人家 生活的需求 生存的 這個要治理好人家 你不可以說 我坐這個貨 我為什麼要做 我會擔頭 我會擔老大 你不冷靈 人家就把你演奏 你知道嗎 你會很丟臉 因為你們台灣民進府這樣 不是 我們是很努力 專研我們的法理 素質要提高 自己就是靠自己努力 還有台灣民政府 自己訓練 回去都要學生 打拼 我這都是學生來的喔 我現在說的這些內容 以前我說的藥師服務 除了是我的專業 再來我現在說的這個 這是我自己學生來的 台灣民政府開我一條道路 我說B嘛 我剛才不是說A電位 B電位 C電位 台灣民政府給我一個B電位 我以前也是A公公 要嘟嘟這樣 他給我一個B電位 之後 我就不用再考慮 我自己打拼了 因為已經有台灣民政府在我腦筋裡面了 所以大家要有這個信念 堅持啊 這我說過了 阿伯你要一個客 要接一個客 你要擺去這種專制科程 不但要學習還要奉獻自己的東西 建構自己的資料庫 分享出去 你要讓在座的人 你進步 我也進步 阿我不好你告訴我 阿你們需要進步的地方 我告訴你們 就是說你進步我進步 這個 台灣民政府才會進步 阿不然我孫心啊 我講師進步就好 你不要進步 我怎麼會這樣 大家都要進步 我以前也是在下腳的人 人家講師嘛 我給我一個機會 我進步嘛 我讀書嘛 阿不然你們 還厲害 還可以做人 這麼好的主管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你進步我進步嘛 互相學習 現在我是講師 我是老師 下次就是你們是老師 你們是主管 那你怎麼去幫你們的屬下 進步 現在因為是快三點半了 我跟大家講 我們就是 不是中國官場那一套 我們TCC就是偉大宏觀的使命 這就是說中國管理的制度 都唱一個人去幫你打分手 不是真正要很 有耐心去管理你的 這個是我在台北周有 有演講 你可以往網路打我的名字 因為一項一項 你怎麼去團體來管理 怎麼設定目標 然後怎麼跟人家溝通 然後考核面談 講成訓練 有一個影片 這網路也有 你可以點來看 那柯P他是個素人 我們也是素人 那怎麼樣 他學習好 他有好的東西我們學習 他不好的東西我們幫他改善 我們架構台灣人更好的制度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有一個創意的思考 提起更優勢更棒的提案制度 讓台灣更進步 好那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